气冲冲走下车 因为骑士就挡在前面 根本过不了 越呛越大声 可是仔细看破口大骂的人 竟然是公车司机 骑士不愿吵架 想默默走开就算了 没想到公车驾驶 却硬是追上去理论 当时的行车纠纷 就发生在这个地方 而双方因为按喇叭的关系 吵得不可开交 公车司机甚至是全程 拿着手机拍照录影 12号上午 新北市北一路 发生一起行车纠纷 只是过去都是公车司机 忍气吞声 没想到这回角色互换 那个司机一直讲说 你很大声 你干嘛按摩喇叭 你为什么要按摩喇叭 就这样吵起来而已 你不要走 叫警察来 那个男生都 那个摩托车都没有理会 吊查发现公车驾驶 当时跟骑士说 你闯红灯 我按喇叭是要提醒你 没想到引发歧视不满 直接挡在公车前面 才让驾驶怒火中烧 行车纠纷爆发口角冲突 没想到这回 却换成司机受不了 下车呛瞎 也让被留在车上的乘客 全都看傻眼 记者新奥征 李杰 新北市采访报道